你好 乖到没有 没有错过吗 好可以等位置 你先进来 你入镜了 这支影片呢 我要来逛台中的庙东夜市 台中 好久不见 这次呢 来台中工作 我想说 一定要逛台中的夜市 可是呢 那些什么一中街啊 逢街夜市啊 太顺了 太菜 我不要 我就是要逛在地人都在逛的夜市 这个庙东夜市呢 有台中人本地人推荐的 这种夜市我就是喜欢 而且听说这个夜市呢 历史很悠久了 它历史这么久 为什么我现在才知道 台中人 你干嘛把这种夜市 长期来自己逛 不让我们外国人来逛呢 肯定有什么过人之处 所以呢 我今天呢 就进去逛看看 到底台中的庙东夜市 多厉害 刚走进来就看到这一间 很多人排队 很多人吃 我呢 就是完全没有在做功课 今天才知道 要来逛这个庙东夜市 所以呢 我就是随便进来吃了 今天来吃这一间 清蒸街人肉丸 会有白色单子 右手边取它 乖蛋吗 内容抽号码 排队的位置 你入镜了 你入镜了 把他骂掉 太好拿掉舞喔 以后我们要再用这机器 很好吃 很好吃 我不想要讲太大声 因为他们店有一天到 然后他们会嚣张 哈哈哈 他们女父觉得自己很厉害 可是真的很好吃 那个甜辣酱的香 然后蒜泥的香 加上芹菜的香 实在是很焦粉 然后那个霸碗 外面的皮呢 很嫩 可是不耳丁 不酱鼻屎 那个家的呢 那个脆度啊 太厉害 太优秀了 我个人呢 喜欢的霸碗呢 是炸的很酥脆的那种 我很讨厌这种 蒸的霸碗 可是这一间呢 是我目前为止在台湾 吃过最好吃的蒸的霸碗 你看有看到街人吗 有看到街人吗 有看到街人吗 很大块耶 有看到吗 要辣吗 好 整个要吃 好 好 好 通常呢 我吃夜市 我会每一家吃一点点 留肚子 我要吃很多 这家呢 我宁愿不要留肚子 我没剪过台中的霸碗 是厉害的 接着来来吃 它的干贝鱼是根 好浓稠哦 看到这种根 就是心跳加速 你看 烫食 下不去 哈哈 这种根很难找到 在台北 然后它的料好多 好实在哦 还有这种就是 金针花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 根有金针花 哦 真的有呢 二几块来了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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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jemy 109 109 11 12 10 10 esc Anda 1010 11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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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吗? 这个不要喝 排骨面 排骨酥 这个倒地 但是你应该还是会骂 不会啦 我哪有那么机车 你就是机车 姐姐 来自灵脚酥这间呢 推荐我来这个夜市的人呢 他说灵脚酥是一定要吃的 很多人排队 我现在呢 亲眼看到了 好多人排队 那个炸的人呢 就是很厌实 炸到已经没有表情了 真的很多人排队 然后就有号码排 很厉害的是 他可以扫QR 看进度 然后再次我第一次吃灵脚酥 感觉就是个炸物 好吃耶 它真的很好吃 好莫名其妙 我通常排队美食会很严格哦 因为排队美食如果排很久吃到很难吃的东西 我就会骂死 但是好吃 它又有那个古早味 可是呢 它的那个 我不知道是什么 反正就是这个淀粉调味的感觉呢 有微微的铁 然后有微微的类似面包的香 很讨喜很好吃 然后热热的 又很脆 然后里面好像有一个豆豆的感觉 它类似有花生的触感 绵绵绵密密的 融合在一起呢 超级赞 超级加分 你看嘛 就是要逛这种在地人来逛的夜市 才会吃到这种很在地很传统的东西 但是也太多人那一点了 这个夜市 也好小哦 这个路口 我这个把人挡住了 你看 娘娘 嗨 说很久没来这边竟然就看到你了 你是这边的人吗 我台中人 是这边很好吃 我帮你弄 啊 你好专业啊 好吃 好吃哦 这家好吃 我听大哥的 来是新水排骨面店 这一间呢 很多人排队 也是每一个人都跟我说 一定要吃到 所以呢 我就跟进来吃了 然后我点的是 面 它的汤感觉很浓耶 先喝喝看哪儿的糖 因为店面有点小 在哪里头 很好吃耶 哎 这个汤好油性哦 不顶我自己觉得这支影片我有点称赞太多 它始终的会膨胀 可是不得不称赞 因为呢 它的那个汤头呢 重口味的程度呢 适中那个咸度也很刚好 排骨酥的香 高汤的香 油葱的香 其实味道呢 都有 是一温和在一起 让你很舒服 试试看它的排骨 它的排骨酥除了好吃就是好吃 没有其他形容吃 可以形容它的 真的好好吃 它的排骨酥呢 完全就是我的菜 肉呢 就是腌制的很刚好 没有太过甜或者太过甜 还是有嚼劲 重点是它的排骨 带那个软骨 我好喜欢吃软骨 吃在一起呢 它又有脆脆的 又有那个肉的嚼劲 还是面 面就是面哦 印象当中的那个面 所以饿的话 吃这个面就会饱 可是不饿的话 你应该会点排骨酥汤 因为它的汤跟那个排骨酥 真的超级厉害的啦 在地人推的很成功 认输 然后它的汤感觉很多油对不对 可是我吃到现在为止呢 完全没有腻的感觉 好厉害哦 喜欢 来喝金素凤梨冰 我看到它排队呢 我就觉得这一家一定要进来 我的预感呢 没有错 因为它呢 是老店 是创立于敏国24年 它的凤梨冰呢 是它的招牌冰 它说清香新鲜的凤梨 细火熬煮 散发出果香 搬清甜干醇 连蜜蜂都错觉 那个头耳到了它的蜜 错一口 抹着眉头 心凉直达心坎 什么意思 哈哈哈 宝珠就是凤梨冰啊 你还要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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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 我说是凤梨冰 一个颜色的颜色的颜色 这个颜色的颜色 是颜色的颜色 C碗了 我真的很会吸 这个动作叫做吸哦 很多明明是吸的动作 所以说是吹 好喝 不好喝 我会一下子喝完 跳一下 它就是只留那个凤梨的香甜 没有把那个凤梨的酸加入进来 然后那个甜度呢 它很像橘花茶的那个轮廓 然后它有那个橘花茶温温的感觉 可是呢 它的甜度呢 也不是死甜 所以喝下去 又很顺口 然后因为是这种凤梨冰水 所以它就不会有那种让人不舒服的 渣渣小小的很像 就是菜渣那种 不会有很绵密的味道 棒 赞 厉害 来是正照 鹅仔煎 这一间呢 我在外面看到 它的鹅仔煎呢 一盘一盘的一直出呢 客人真的很多 然后这一间呢 我刚刚问了它 说至少有四十几年了 也算是老店哦 毅力不倒 分量好大哦 真的跟我的脸一样大 还没有是呢 我看到第一个 对我来说蛮特别 这间的鹅仔煎 用的是空心菜 我没有看过用空心菜的鹅仔煎 我必须得说 这个鹅仔煎呢 是目前为止 最符合我口味的鹅仔煎 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吃鹅仔煎 对不对 台北会用那个小白菜 垫在它顶面 我很喜欢吃小白菜的字 我很不喜欢小白菜 可以吃鹅仔煎的鹅仔煎 就会吃鹅仔煎的鹅仔煎 可是呢 在鹅仔煎用的是空心菜 超级 我很爱呢 这些鹅仔煎的菜剐 所以这个鹅仔煎的鹅仔煎的鹅仔煎 不会 全部的台湾的阿姨 拜托你吧 小白菜变成风云菜 拜托你了 拜托 旺华乐妙东夜市 首先我对于它的美食的评价 100分 因为我都是在地人 在逛的人推荐的 结果还真的好吃 我真的搞不懂 为什么台中人 一定要把它隐藏下来 明明有这么多好吃的美食 却不让外国人不让游客来吃 太过分了 台中人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可是呢 我必须得讲 这个夜市呢 真的很小 度又很小 然后就是也很短 走进去 每几步就逛完了 主要都是那种店家 它不是那种一堆摊贩 不是 然后也蛮多老店的 所以呢 老店就是好吃 我本来就在期待说 如果来逛这种不是观光化的夜市 一定要有很大的收获 我一定会吃到很好吃的美食 就是如愿的 我就是要逛这种 不是观光化的在地人 有在逛的 因为呢 我是夜市女神 哈哈哈 自己讲 因为我在夜市真的很红 就是在里面一堆人认出我啦 我觉得在夜市很红好吗 哈哈哈 所以呀 台中人 如果你们还有其他像这种 在地人在逛 不是观光化的夜市 你可以推荐给我 我现在来台中呢 一定会去逛逛 好了 那所有的观众呢 我猜游你 我猜游你 在哪一边 我猜游你 转转出去 天快 我猜游你 你是对你的 我猜游你 得表达 我猜游你 我猜游你 自己